接下來還有什麼情報 停不來 是的 非常多人都很羨慕我 玲瓏有致的身材 誰 誰 不要囉嗦 而且你們看 這一位 認得出來他是誰嗎 你們為什麼都要弄我的照片 不過老大我瞭解你 你是職業傷害 為了成為大主廚 接下來呢 我要講這個情況呢 胖子們有福啦 因為 根據我的調查發現 減肥又負胖 離開的機率會增加唷 我跟你們說接下來我想要這一段話 你們要仔細聽 因為有研究指出 負胖可能增加脂肪組織的炎症反應 造成免疫T細胞堆積 進而提高致癌的風險 聽不懂沒有關係 重點就是 負胖就是會離癌 所以大家要小心 現場的醫師團 他剛剛這個說法 減肥又負胖 是不是有離癌的風險 謝謝 還好 謝謝大家 謝謝 再來一次有三個差 還有兩個舉一半 就是因為肥胖本身 就是有離癌的風險 對 所以你負胖其實終究 其實最後還是肥胖 肥胖就有離癌風險 所以我覺得負胖 肥胖 所以這話有語弊 他會離癌 現在跟他是不是負胖沒關係 是他本來就胖沒關係 是 這個意思 什麼東西怎麼說 因為有些人他的負胖 是因為他 有些人可能減肥減了一段時間之後 就過度的飢餓 飢餓完之後他就可能會想要去吃 可是他選擇吃的食物 會完全是不一樣的 或跟他以前吃的食物不一樣 可能高熱量或者是這個部分 有帶一點 致癌物質在裡面的 比如說燒烤類的 鹹酥雞類多一點的 類似像這樣子的食物多一點的時候 導致會有可能他有致癌的風險 那的確我真的有一個 20出頭歲才23歲的一個女生 因為她就長期坐在辦公室裡面 就在短時間內 大概不到一年就 她真的受不了 這樣短時間內胖10公斤 她真的沒辦法接受 所以她就想辦法說 我一定要減肥 所以她一天吃不到 她的確真的有瘦下來 她大概3到4個月 的確有瘦到一段時間 不到500大卡很少 就不到500 我試過吃800卡我快翻臉了 真的 這情緒會不好 所以她大概試了 大概已經4個月左右的時候 她真的受不了了 她真的受不了那個 極度的飢餓的感覺 所以她開始就覺得說 吃一點點沒關係 可是呢就變成是說 那吃一點點零食 就像我們手上 對面那一些肉乾類的這種 肉類 沒有碳水化合物的東西 應該可以吧 所以她就開始吃肉類的東西 就開始吃肉乾 肉乾之後就開始吃鹹酥雞 就開始吃烤肉 反正就是肉類減肥法 就吃肉類 吃到沒多久她就覺得 會不會是因為我減肥 又吃肉吃過多 排便很不順 而且排便不順的一個情況 她想說不然就去做個檢查看看 因為雖然很年紀很輕 可是應該也沒有很大的一個問題 就想說做個檢查 結果沒想到去做個檢查 就是大腸癌 而且還默契 這麼突然 我們知道說 肥胖之所以會增加癌症的機會 大概是兩個基準 一個是因為肥胖本身會增加 胰島素的抗性 增加你的血糖 這個東西會產生癌症 第二個問題是肥胖本身會 製造一個慢性的 持續不斷的發炎反應 我們知道什麼地方 有持續不斷的發炎反應 就會刺激細胞再生 因為你發炎 它會破壞掉 它就再生 可是再生次數太多了 總會出錯 所以肥胖大概是 用這兩個基準來治癌 我們想想看 你說一個人負胖 會不會比較容易離癌 我看過大部分的文獻來講 大概只有 體重高高低低的人 好像比較容易得到 其他的文獻 都沒辦法看到這個現象 就是說 負胖本身離癌的風險高 因為我們也知道說 肥胖本身就容易離癌 那肥胖的人減肥 基本上的研究都認為 只要能減肥成功 離癌率會比較低 可是我們知道 減肥成功是一件很困難 或者是基本上做不到的事情 因為大部分能減肥的結果 所以你如果說 負胖會增加離癌的機會的話 你減肥的 抑制癌症效果都看不到了 所以基本上 說負胖會增加離癌的部分 除了內膜癌有人講之外 大部分的研究都不承認 其實在我們減重醫學上面來講 我們的減重 什麼叫成功的減重 因為每個人目標不一樣對不對 今天進來 可能你說你要減10公斤 他說他要減6公斤 進來你說你要減20公斤 每個人都不一樣 你現在如果是肥胖的話 比減你 現有體重的5% 比如說 以你的身高跟體重來判斷 你60公斤你是屬於肥胖的 如果說60公斤是屬於肥胖的 你減現有體重是不是就3公斤 對 你減3公斤下來之後 你可以維持持續半年 甚至於一年這麼久 那叫做不負胖 至於一年之後你要負胖 那就沒辦法 因為人的年紀會越來越大 代謝率會越來越差 所以多多少少你的體重會增加 所以不負胖其實有它的定力 但是我告訴大家 你今天要判斷你是不是肥胖 其實在醫學上 倒是有一些定律可以判斷 不是說你走進來你要減肥 我們就給你減肥 不是 事實上你要先判斷 第一個就是判斷所謂的BMI BMI就是用你的體重 去處於你身高的平方 算出來之後 如果你是落在18.5到24 24以下 那你就是健康的體位 如果你是屬於中度肥胖以上的話 你這邊其實可以用飲食加運動 三個月下來 你可以減你現有體重的5% 你就算是減重成功 而且你所有抽血數據 其實都有明顯的改善 如果你是落在 中度跟重度肥胖的話 就開始可以介入所謂的 醫生可以介入藥物 甚至於有一些太胖了 影響到心血管疾病 會有即時可能會有暴斃的風險 或是中風的風險 有些醫院可以介入所謂的 減重的一個就是減肥的手術進來 第二個就是看你胖不胖 因為剛剛這個是沒有看到 你的肌肉或脂肪胖對不對 所以要看的是什麼 你的體脂肪的部分 脂肪的話呢 我相信大家家裡一定都有體重計 體重計上面有一些 就可以測體重跟體脂肪的部分 體脂肪的話 我們以一個月降1% 其實我們就跟你拍拍手 真的 就是一個月1% 就是算你的體脂肪有掉下來 怎麼判斷 如果你站上去 男生如果大於25% 女生大於30% 那我們就稱作肥胖 所以你要看看你是不是有 這個肥胖的一個 就是這個標準 第三個標準 是目前衛生署在推的 就是如果你的腰圍 男生大於90公分 大概大於35.5吋 女生大於80公分 大概大於31吋的話 那你就是恭喜你 就不用講 你就是屬於肥胖 而且這樣的肥胖最危險 我想在座位醫生應該都同意 這樣的肥胖其實跟什麼有關 跟三高有關 而且跟三高裡面的血糖有關 所以如果你有家庭的 家族死糖尿病 加上你有腰尾肥胖 那恭喜你 你有可能是糖尿病的候選人 從我這個角度看 特別有攻擊血 其實有個辦法 這個是我們有一個醫生 他提出來的辦法 我覺得還滿有效 就是如果是男生的話 就是男生不是出門 就會穿西裝褲細皮帶 你可以在你的90公分的地方 先打一個洞 你每天細 每天細的時候 如果你真的有減肥成功 你會發現你的那個洞 會離90公分比較近一點 如果離它越來越遠 你就開始要注意 自己是不是有點腰味過重 全哥會換鬆緊帶的 全哥說不是我說的 我必須要給全哥一點鼓勵 我們不能一直打擊他 因為事實上呢 什麼東西 有鼓勵嗎 就是呢 我們現在常常在講 就是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其實癌症除了剛才是跟我們 可能跟發炎相關之外 癌症也跟身體的 就是當癌細胞生成的時候 你有沒有能力可以攻擊它 但他們就發現一件事 其實在日本 他們曾經有做一個調查 就依據他們這個 身體質量指數來分 看哪些人離婚癌症的風險比較高 結果呢 大家可能會覺得還滿訝異的 因為剛才大家可能講起來 都覺得胖子 癌症風險的比例比較高對不對 其實那是要相當胖的那一群人 他們發現如果是 我們能夠胖得剛剛好 剛剛好 他反而會比那些 很瘦的人的離癌機率還低 什麼叫他們剛剛好呢 我給大家來看一下 難怪你每個禮拜都來 以這一張來講 他就發現說 如果是BMI落在剛好這兩個中間 大概是23到25中間這一群 就是邊緣值 因為我們年紀 你知道年紀越大 癌症的風險越高 可是當我們年紀大的時候 我們不希望他落在很瘦的那一群 他們就分析一段話 就是說 把這種23到25之間的人 得癌症的風險當1的話 他反而發現那個以下 到19 18那些人 他們得癌症的風險 反而是他 這麼多 這隻人的風險還比 更肥的那一群高 尤其是要看你為什麼瘦下來 如果你是突然間瘦下那一款 大家都知道突然間 體重減輕是癌症的風險 可是還有一種人是這樣 之前有一個醫生說 他遇到一個患者 他是來的時候已經是 他是怎麼發現乳癌 他其實大概在兩年多之前 因為先生 外遇 又發現那個經濟什麼東西 都被他老公拿去給外面的小三 所以他那時候心情大受打擊 整個體重 本來就是一個胖胖的 很快樂的太太 他從大概68公斤 一路一直下一直下 兩年內掉到剩不到50 他覺得也還好 因為想說 老公可能因為我肥才離開我 因為心情還是過不去 是有一天自己在洗澡的時候 摸摸摸才發現 怎麼有一顆 怪怪的 像黃豆一樣的東西 後來就給醫生看的時候 醫生就發現說是乳癌 更老媒是他乳癌 他一開始很認真地接受治療 沒想到沒有多久就又復發了 那時候醫生就跟他講說 其實當他這種 前面這個大規模的一直掉體重 除了是因為他心情因素影響之外 有可能你這個時候 突然降低這麼多的體重 對你的免疫人力也影響 所以那個癌腫瘤 趁這個機會就冒出來了 其實活得不開心 人不覺得什麼病都會有嗎 是 真的 心情很重要 對不對 所以我怎麼會受你們影響呢 對 對不起 我不應該這樣說的 我怎麼會受流衣裏影響呢 裴方其實對我來講 他最重要是造成 心臟血管的風險增加 像我就有個病人 他本來是心臟的冠中東馬 有很厲害的狹窄 結果他病發那段期間 本來90公斤的人 就整整瘦了15公斤 變成75公斤 可是他症狀還是沒有完全改善 所以輾轉到我的門診 我們就把他狹窄的地方把他打開 讓他血流暢通 搭配藥物治療 結果他症狀就緩解了 很多朋友也找上門來 安排他聚會 聚餐說恭喜你 如獲重生 因為沒有不舒服了 腸胃吸收也好 結果被我治療完之後 很快時間他又負胖了 不到半年 他心臟病又再發作了 胸口悶 胸口痛又再來了 而且才半年而已 我們檢查他的血中的血糖 膽固醇 比治療前又再更高 其實我們心臟科醫師 是最怕這種治療完之後的負胖 因為我們知道 負胖的時候除了體重增加以外 血糖 血脂肪也是會增加 我們剛剛治療的血管 其實是非常脆弱 甚至膽固醇還會鑽到血管壁裡面 造成血管撐開的病灶 很快的又再長回來 又再復發 症狀又再發作 所以治療完的復發是非常非常 我們非常擔心的 通常我們都會講一句 叫做少吃多動 但是我相信觀眾朋友 聽到這句話就想要轉台 所以事實上呢 真的 因為每次在門診 我只要叫他少吃多動 他下次就不會再回來了 但如果你真的做不到 以我多年十幾年的 幫人家減重的經驗 我就只有一句話 就是你只要在所有的 你的飲食裡面 你改變一個習慣就好了 比如說 像我之前有個很成功的案例 就是有一個老闆 他是那種上市上櫃的老闆 他就是喜歡喝紅酒 他喜歡吃美食 他也喜歡吃一些小吃 他對哪裡的小吃什麼 哪裡的臭豆腐 哪裡的蚵仔針非常有名 他都非常的知道 有一次我到他的公司 去幫他做營養諮詢的時候 他跟我說 對 他跟我說 他跟我說什麼 他說營養師你先不要講 這半個小時我先請你吃 那個 他跟他祕書團購的一個什麼 要等兩個月的餅乾 他說你要先吃這個 等半個小時之後 等一下我祕書去排隊 排那個很有名的大腸麵線 你先吃完之後 我告訴你 人生沒有吃美食 真的是你就不用再走這一招這樣 這種人其實你很難去說服他 所以後來我發現 這個老闆吃東西是什麼 他就是快很準 什麼東西到他面前 他就很快就吃完 就是他吃東西很快很快 消滅他 對 消滅他 所以他就很快就吃完 所以後來我發現 他這個飲食習慣 其實是最容易造成 他所謂肥胖的主因 因為我們知道吃很快吃很飽 是很脹 而且熱量就會其實很快 所以我就跟他說 老闆你就是每一樣美食 你就慢慢品嘗它 你連喝酒你都喝很慢很慢 你會發現他整體的飲食量 其實是降低的 後來他確實花了大概一年的時間 才降5公斤左右 可是對他來講 他整個血壓都降下來 因為他本來其實是高血壓 他要吃兩顆藥的人 後來他就只有吃一顆藥 所以對他來講他覺得 所以事實上我覺得 你改變你的一個習慣 比如說你很喜歡吃甜點 你每天都要吃甜點 你記錄你一個禮拜要吃20次甜點 你可以把它記錄起來 就是你每次吃甜點 你就在冰箱畫一個症 我們病人就這樣子 他發現嚇死了 因為他一個禮拜吃了 大概2 3 10次的甜點 後來他慢慢慢慢的 他可能一個禮拜之後 他可能就吃5次 對他來講他體重下來了 他的那個 對甜點的這種依賴性 渴望性沒這麼高 他其實就減肥成功了 其實不管說有沒有負胖 只要胖基本上就有 離愛的風險 對不對 所以呢這個心血管 其實也不止 各方面都會跟著不好 好 我想講這個情報 減肥又負胖的人 離愛的機率應該不會增加 應該沒有這個問題好不好 駁回 駁回 駁回